公路也已經掏空 滾滾泥流夾帶著土石 一路沿著山區連外便道 向下重耍 受到卡弩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豪雨重創南投縣仁愛霄 多處道路被中斷 就連國軍前往救災 也卡在半路 水淹了半個輪胎高車 開不動 四名軍人果斷下車推 民進黨立委吳立華也一起幫忙 不只外面的路況非常糟 居民家裡更是滿目瘡痢 睡覺的地方 天花板整個塌下來 他都是住在那裡 就連客廳也淹成小河 家具全泡在水裡面 希望物資能夠趕快進來 特別是飲用水的部分 還有很多老人家慢性疾病的藥物 也有一些洗腎的患者 武力華少聯書請求大家幫忙 因為部落快撐不住了 甚至還有一位居民失聯 一個登山客也是沒有消息 連日的暴雨 山坡泥流入侵民宅 如今家園變成這副模樣 後續還得要重建 只盼各界都能幫幫忙 三年宣武困與南投綜合部